其实这两支队伍从他们最近的一个风格来说的话 都是比较依靠打野中单 特别是辅助这个点能否在前中期带起节奏的 比如OMG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对队RW的时候 第二场辅助小五选择了一个派克 在前中期是中野辅三个人 的确能够在为队伍在前中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其实前期我们知道就是中野其实是其中的一环 但最重要的是辅助的一个介入 所以说现在很多辅助会选择一些偏有走型的辅助 这样的话能够打破中野2v2的一个平衡性 经常能看到就是ADC在六七级的时候 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下路发育了 然后辅助的话已经开始去帮助自己的打野 去干渴下中路甚至上路 对就一般很容易在线上打出一条线的突破口之后的话 对线在前期我们知道前14分钟之前那个渡层的浅 是能够很容易的在前期能够打出一个优势来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队伍的重心都是偏向于前期 去让辅助去介入前期中野或者上路的一个gank 对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将会有一个企鹅的采访 我们来看一下企鹅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 XASA的话是一名综合势力都挺强的选手 本身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打野选手 今天和他们教授会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对待比赛 跟RNG教授的话主要还是中野能取得优势就有机会赢 这边企鹅其实我们知道他是个很含蓄的一个选手 比较害羞 然后之前在跟Icon在接受洛青采访的时候 其实也看得出来中野他们关系特别的好 但中野关系好是一方面 然后他们平时在双排上也会打得非常的多 所以说配合最近也很好 我刚刚又稍微的问了一下 其实他最近好像我也是听对内人说的 他的一个状态还比较好 而且他在韩服的话英雄使用率上蛮高的 对就有一些英雄他玩得非常好 就比如他的寡妇嘛 其实他的寡妇其实在之前对阵Snake那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他是有用出来过的 是 然后在最近那场比赛的话没有使用 其实这个英雄在比赛里面容错率可能说没有想到那么高 因为毕竟是要在6级之后发力的 所以说如果说真能够拿出这样的英雄的话 就是要看前期稳不稳的注定 他最近使用比较多就皇子嘛 那昨天的比赛也能够看到就康帝他又使用过千诀去counter皇子 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那今天的话 比赛开始之前也说过 中也至关重要 那9.5版本的话 在中路的对接上 我觉得既然两支战队都已经没有季后赛的担忧了 要不要在英雄使用上 会拿出一些不太常见的好看的一些英雄 就比如在刚刚的比赛中 放普拉斯的中单 就使用了瑞文 对 来去counter对方的塞拉斯 其实有很多种选择 在路人局我们看的会比较多 当然在比赛 我们会看到这种英雄的出场 一般都是在于没有了压力之后 然后没有压力反而动力会变得更足 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顾虑了 所以说打起来就有点肆无忌惮了 对 比如之前的话 Icon也使用了一个威恩中单去counter对方 而且效果非常好 但是路人局真不敢用 但路人局我还真见到过有人用 但是路人真的有人用吗 就真有人 然后被泡腿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尽量不要用 一般选出来就是坑队友 所以说引领出一波不好的风气 所以说排位使用英雄三思谨慎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和counter无关 和使用的选手有关系 对而且还要看打野就是关键什么 比赛的节奏跟ramp节奏还是不一样的 前期的话 在比赛里面视野做的比较多 因为路人里面前期视野没做 好像文人这种小短腿 你跟前期一被抓一抓一个死 就觉得很难受 而且现在的话 双方中单在这个版本的英雄选择上 我觉得在一个蓝色方的ramp节奏 在英雄词上还是要稍微的扳掉一些icon的英雄 对 双方在中的英雄选择上 最近比较常见就是利桑卓打飞机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利桑卓其实在对阵飞机 对阵飞机 对阵飞机 你不要强行扭曲自己的意思 我知道你没有那个意思好吧 那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左一打利桑卓 最近比赛我们看到可能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但是飞机在对阵利桑卓的时候 其实它是也有一定的推线权 然后的话现场发育起来比较舒服 但是飞机这个英雄 毕竟前期在对抗上还相对偏弱一点 所以说到底比赛怎么样的话 让我们把画面给到解脱器 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的比赛 好的谢谢成都现场的二位 为我们带来赛前精彩的评论席 马上就要开始这一场OMG对抗RNG 大家好我是长包 大家好我是周焕 好今天志焕老师是拖着病题过来解说 大家这个稍微包含一下 稍微包含一下 因为他志焕真的病得很严重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把解说的工作优先 解说工作做好 毕竟呢我们这个 怎么说呢 学历不够努力来凑对吧 就掉水来凑 掉个水来凑 好那马上呢就要开始这场比赛 刚刚两位在评论期说的非常的多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在赛前研究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特别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 OMG实际上在本赛季来说 是特别擅长打慢速队 但是对于非慢速队 慢速carry的那种队伍 其实OMG的胜率都比较差 你看他本赛季赢得苏宁赢得BLG赢得RW 三个队伍基本上都是满足 对 其实OMG的打团能力还是一直都很不错的 对 三个赛季开始了 他们现在这些人的话 其实一直以来 他有点反常规 若影抢 有点反常规 别的队伍若影抢都是前中区 我去拿一个优势 然后归学球赢一比赛 但OMG经常这个赛季 他会有一些打强队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大警惕落后翻盘 纯靠打团一比赛 所以这些选手他秀操作的能力都是很厉害的 那这一场比赛来说的话 RNG就要非常注意OMG的这一点特性了 我们先进入到BP环节 先看RNG的前两手奔被奔掉的是姚姬跟皇子 第三手选择奔掉阿卡莉 这算是非常针对ICON 以及针对跟ICON配合的中叶联动的一个奔法 没错 这场比赛我比赛第三手奔掉了一个席血鬼 我比较关注的是 两手强势打野都奔掉了 这场比赛是两个打野选手的一个英雄选择 但是赛拉斯OPEN 这RNG没有理由不选 打下了版本目前最强势最强势的英雄赛拉斯 对的 常规来说的话 先拿赛拉斯的后手OMG 应该选一些大招紧偷起来没什么用的英雄 对吧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赛拉斯这个英雄的出装 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这种 第二阵走走的兵拳啊 这种卡甲这种流派不太给力 现在大家都是出一个半输出 就比如说火箭腰带啊 或者是像毁术这样的装备 中期的开入能力很强 那在OMG的英雄选择上来讲 现在最难受的是中路这个点上面 已经大敢选力桑拙了 版本还是最万用的一个英雄 却不太敢选了 对 不过仍然选了一个塞恩啊 这个塞恩的大招被偷到 其实也是使用的 塔姆的话确实回避的还不错 那看RNG接下来 卡丽斯塔亮起来 已经锁下来了 马上要来做卡丽斯塔的搭配 一场是还有加利二的 我看怎么想吧 要着重于下路的对线的优势呢 还是现在要赶紧先拿一个打野呢 现在这两个英雄一选下来 首先下路你就打得很强势 然后中路的话又打得这种推线权很强 直接拿一个9.6版本 得到一个大改并且加强的厄加特 但我们不是还没9.6吗 挺奇怪的 但是他看对面的上单选了塞恩 所以他先拿个厄加特去卡塞恩 就算被削了问题也不是很大 对的 那么轮到OMG这一方要来选择 想要先把AD给堵起来 艾希算是一个偏稳偏功能的选择 也是跟OMG现在振兴各路的战斗力 比较符合的吧我感觉 对 那现在其实凯斯塔加垂时的话 下路双人组卡不在一起不是很怕 觉得如果稳一点的话 就把牛头跟加里奥和这两个英雄再搬了 没错 这个下路双人组就可以立于腐败之地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OMG这么样一个做法也是 等于说他第二轮只能ban这两个英雄 没别的选择吧 没别的选择 对 RG嘴边搬掉了一手底 还是要稍微再继续针对Icon一下 前面的一轮两轮的比赛状态非常惊人 对 RG的针对也是意料之中的 这个就是半体系了 其实就赛拉斯个人而言 打左翼并不是很难打 没错 他可以预判左翼而回去的位置 直接先手到左翼打一号打三 但是 但团战里面的话 如果你秒不掉阻力 他对你造成一个反打的这种威胁速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 左翼也是一个让赛拉斯大招 就偷无可偷的一个蛮好的拳头 对 比起也跟OMG的一个下轮轮行程 这个体系很不错 好 还翻掉了锤石哦 翻掉了锤石 那加里奥放在外面 在三个剩下 垂石 牛头 加里奥再怎么样ban不空的 那我觉得 除非OMG能够 一线手把加里奥拿掉 否则 RG无论如何下落 还是会组到一个相当有 进攻能力的组 RG这边还是先把冰霜女巫给绊掉 这个 其实老实说 我也觉得ban的有点没有必要 我们都知道赛拉斯在跟冰霜女巫对线的时候 有多开心 这可能就是 没想过翻什么东西了 哦 上场B3里面 我看过TB用了这个组丹瑞 哇哦哦哦哦 来了 又组丹瑞打赛拉斯 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效果的选择 前期你推荐是推不过 没错 但是呢 这个英雄他装备起来了以后 他这样很容易瞄你 你只要进场你就出不去 而且也是属于就是 比较不怕赛拉斯近身换鞋的类型 对的 反而是法师系的 非常害怕赛拉斯的近身换鞋 对 那这样的话这个加利奥就更加正常了 因为你进场英雄 我加利奥都是很克的 对 巴不得你都是近战英雄 只有加利奥直接拿下 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吧 我还是觉得搬加利奥比搬锤石要好一样 就这个双人组的强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来 最后一手选人 炎雀 炎雀算是 打野 绝对是打野位置 但是炎雀算是在这个当前版本其实都考虑相当低的 他是用来专门打挖掘机的 炎雀是用来专门打挖掘机的一个存在 但是这场比赛挖掘机已经被搬掉了 卡特还是选用了一个炎雀 所以补一下这个守长异雄的这种输出吧 他们阵容还是比较偏手短 而且需要法师啊 需要法师 不可能只靠塞拉斯一个的纯的AP输出对吧 需要一点法师在打野位置上面 即使对两边都是一样的 在OMG中单选择了锐文的情况下 打野也必须补AP型的伤害了 那最终是选择用寡妇来填上这AP伤害的克服 寡妇目前胜率很漂亮啊 登场两次百分之百的胜率 而且搭配寡妇搭配日本这个高宝发 很运对这个小谷造成一个致命的威胁 还有错 就最终阵型完成以后 MG的选法在下路上面 真的显得非常功能跟弱势 RNG的下路是可逾期有优势的 但是重点还是会在于说 两边的中野到底谁能够取得更大一点的上风 中野的话其实要看寡妇的等级拍得都快了 前中期就是六级寡妇之前 也就肯定是要压寡妇的对不对 然后中路塞拉斯肯定是推线的 那六级之前如果没有做到事情的话 寡妇六级之后是搭配日本的一个高宝发 这个时候中野的这个节奏的主动圈 就会逆反过来 有点防不身防的问题 对的 那么最终完成的阵型 RNG还是采取一个由下路 由下路发起一个比较快节奏的推进 如果说下路能够顺利的运转起来 给OMG较大的压力 这是一番其他队在跟OMG打的时候 比较容易进入的局面 那接下来只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后期 要盯紧OMG翻盘的时间点 这是RNG这一方的策略 对OMG来说更重要的是 下路提供其他路支援跟功能性 而OMG必须要在上中野这一块 因为今天上路是side on 我们也就不讲上路 就是在中野这一块必须要打开来 中野这场比赛 就是两边就是在6G这个时间点 会有一个逆转的这个趋势嘛 而且就这个版本的中野推陷 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虽然说是个上路版本 刚才你也提到 这场比赛两边的上单 既然都选了这种英雄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多地 去聊这个上单的问题了 没错 肯定是围上下半区来打的 而TASA这局比赛拿到了一个 他能够站出来carry的英雄 这一点对于RNG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是最近RNG的舞龟里面 状态最好的一个 没错 明星泰勒会不会 其实打的也比大家 轻松的来到好一些 尤其是第一局 大家都是很撑到的 但是说实在的 RNG现在竞技状态最好的 我完全同意之外就是CASA CASA最近几乎就是 没有让人觉得怎么失望过 进入到召唤峡谷本场的BO3 OMG迎战RNG 果然不意外的 我们还有老干爹的加油声 那么随着我们老干爹的加油声 我们也进入了召唤峡谷 这里RNG排演 两边稍微看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没有什么后续发生 也没有 RNG虽然众伤害是够的 但是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先手 除非加量能直接嘲讽到 主要是下半区 下半区其实蓝色方如果要 在这个一集团想要逮到对方 其实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除非红色方主动压进来 有意思 姿态直接往中路这么一站 跟瑞文开始了对线 塞拉斯则是跑到上路 RNG忽然之间的一个换线 没啥问题 因为本来呢 就说厄加克打中者之前也是有的 然后呢 本来呢塞拉斯打上嘛 之前也都是有的 上校说话了 上校哎呦 夏洛直接闪现过来 搭配KASA 但是小五一口吞 这时候艾希要出来了 艾希剩下一个点燃沿途 被走位扭过 Cherly的反应还是比较敏锐的 哎没错 这一波的话 OMG其实这个招上实际呢 两个闪现都没交 扣得很好 扣得很转 扣得很转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齐儿就得到了一些比较多的时间 能够刷上去 对于寡妇而言 齐儿所用的英雄而言 最重要的还是刷到6 自己进野区 这边阿乐 上路有点难受 推不过线 推不过兵线 他的兵线其实是不能被快速的压到防御塔里面的 他的兵线必须要空在外面 如果被压到防御塔里面 这个寡妇是进不了对面野区的 但是 齐儿这边也没有去进对面野区 齐儿这边直接往下走 他回自己家野区了吗 这个 如果说已经抓到喀莎的位置的话 实际上是能够稍微反对方一点野的呀 而且这个是 这一波真的有点失误 一个人去人家两个人脸上 然后直接被烧掉一个闪了 其实我真的挺不懂的 就是这个下车装战组 明显是家里奥家 UZI这边 小兵下UZI这边的飞线啊 把你这个 就是 而且很明显的 当时阿勒把兵线控在外面 那个时间 你其实可以去百分之百的 把对面的那个打buff给反掉 对的 因为CASA第一波的跟可来的很早的关系啦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 这时候小兵当局一个正义充全锤到了以后 CASA再来下路直接打出一血 切里也走不了 看起来是double kill 而且人头通通都给到UZI 这个 我们虽然有预期到RNG的下路应该要领先 但这个领先太大了 现在是直接要准备下路碰盘的程度 CASA这边两只就出来下路 他也不刷野 疯狂干渴 连续干渴两波 我觉得CASA心里想的很明白 你寡妇就算来其实也没有用 何况你刚才还来被我逮到打掉闪现了 所以无论如何 我这时候往下路一怼 你要么来 打不过我还浪费你刷野的时间 要么你不来把下路放生 其实CASA想的很清楚 CASA现在他可以就是 他可以贪一点的话 他可以自己蓝buff也去 因为他知道对面的寡妇被自己打掉闪现 在自己加野 所以不会再过来 太危险 风险太大 对他这边直接回家 他完全不着急 因为他知道你寡妇没有去托我的野怪 他如果贪一点的话 他就可以现在去把那个石头人给刷了 然后再回家 这个也是两边的一个互动 这段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起而如果刚才是选择进去的话 对方不知道他的行踪 这时候CASA一定得花时间去检查自己的篮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情况 什么在什么不在 对 但他现在不需要做这件事 如果企鹅当时进了对面的篮区 那其实小谷就可能 要放上路的一波兵线进自己家篮区看他一眼 没错 如果小谷不去看的话 那其实CASA的篮区都会被企鹅给反掉 这一波真的是一些 其实镜头上面看不太出来的细节 CASA这时候很愉快的 把我觉得给你的蓝八波 这样发育就很舒服 前面拿了一个医学的助攻在内的两个猪狗 他的发育并不比这个企鹅差 并且自己家野蛮还有这么多野蛮可以刷 哦还不着急 还能够再留一留 直接先进上路来骚打一波 他打得很激进啊 这打法让他看起来都像玩的不是炎雀 看起来像玩的是暴女还是什么的 这两个人要越躺 哇过分了吧 这是一个满血的赛恩啊 其实主要是 哇还真的勾上去垂了一套 蓝惩戒以后逼出闪现 而且还不杀你 哎呦 CASA真的是在二一炮直接死 小虎他这边离开防御塔离开的稍微有点早 所以CASA扛这两下扛的挺伤的 也没有直接一波把这个阿勒给杀掉 哇这里也起而想要同时在下路做点事 只有一条水龙但是被视野给插出来了 水龙的血量已经下到一个 感觉要出事啊 这边厄加特呢 厄加特还没有来 厄加特一直在中路没有过来 那没有出事没有出事 这一波从我们的上帝视角看的话 感觉RG是有点机会能够来的 当时可能也是没有视野姿态的话 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么有机会 还是先把兵线给处理好再说 小虎这个是展现了他的大地图的 就是大局理解 当你们在下路吃东 而且吃的打野很惨的时候 直接越赛恩的兵线啊 一点危险性都没有 对他这样清线他可以就是快速回家 并且回线不会漏兵嘛 他也没有TP了 直接在塔后把你的一波兵给清了 然后这一波好像是要把那个兵线给 把那个路给换回来了吗 小虎直接开始往下走 这是各种换线啊 RNG今天打的 首先上来 上单跟中端两个人就直接 啪啪一摇板 然后现在又要再继续做轮换了吗 还是回去了 他当时是 他应该是偷了一个三远大招 他偷了一个三远大招 想要把自己当三远打 下路开个车 那这一波决定用三远大招回线了 很灵活 有推薦权就是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就是有可能的事情 没错 主动性会上升非常多 那这一波过去之后 目前比赛暂时归于平静 不过呢 我们都说过 下路其实是有崩陷的危险的 现在UCI已经领先了 全力20个刀 而且卡尔萨还在后边埋伏 但对面 他河道对面的那个草里面有眼 这一波RNG真的想要得手的话 得要线上的人先成功空到 不过艾希一个无人机已经找到了卡尔萨的位置 这一波就算了 对 这边出了点事 就是走刀出了点事情 当然局面稳住了 这个时候 企鹅到六级了 可以 中路热头过来 瑞文直接上前开一波 但是卡尔萨也就在后面 现在姿态交出闪现 这一波沿途也被躲过了 两边的交手最终以卡尔 最终以姿态烧掉一个闪现告终 这一波OFG没有想着去一次性把这个 威加特给杀了 如果真要杀威加特是可以杀的 只要他们躲掉卡尔萨的沿途 躲掉卡尔萨的沿途的伤害 这一个5级的沿途其实也不能反杀一个人 两个一个7级一个6级的两个高爆发的中单 秒个威加特随便秒 但这一波的话 如果成功的把姿态闪现打掉 也是让OMG中也得到了活动的机会 入侵到了红区 要看企鹅下一波怎么做了 绕到了下路边上 线上的话 5级还没有兵剑 在等兵剑吗 感觉不像啊 怎么又再到6起来啊 对的 这怎么干的 而且他 而且他操作失误了 他没等那个姿态 就是聚合起来 就直接把姿给炸掉 小虎在上路也是展现了赛拉斯现在无赖之处 反复的骚扰 下路是吧 这不卡塔先被看见 终也一起过来 卡塔先被看见 OMG线上的人要卖一卖 但是隔墙的这个扫描很精髓 导致的形状看到了瑞文 这个形状一看就知道不是寡妇 然后接着的一个占卜花朵 中路姿态打出来的占卜花朵也照到了寡妇的行踪 微博OMG谋划已久的下路四包二 是以失败告终 并没有想冒险 然后OMG打的有点慢 他们其实先手技能真的有点多的 刚才我说实话 就算 就算你是一个下路四打三 然后艾希只要射到UZA就直接秒了 没有操作空间了 UZA当时还在当着艾希的面补刀嘛 嗯 里面OMG是略有一些犹豫 实际上动起来的话是有风险的 OMG今天可能想选一个风险较小的打法 我感觉 换路了 觉得下路对线继续 对如果没有打野 其实很难打 那已经25刀了呀 再对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 这时候是 想要抓小虎 开车抓小虎 等小虎一今天放了就来了 小虎这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点乖乖的 一竟然都不肯放 一直不在 这波并没有直接交开车 一块一块的解决问题 找到了Karser的位置 但是呢 马上就跟上来了小虎 Icon看到一个温加特 九级的 呸了一下 但是赶紧溜 不敢打 嗓班当图毕竟人少 人带力薄 起波游走 其实OMG还是亏了一些经验 是的 一直没有做到事情啊 而且这个逃避兑线的换线呢 还是被安全成功的跟上了 也没有什么损失吧 又来 在侧边 多佛加特没闪 闪得到吗 奇俄 直接走啊 为什么要蹲在草丛里面呢 我觉得英雄蹲不蹲草 没什么区别的 哇 实在非常小心 没有给奇俄任何的机会 在对线的时候 几乎都合到不过半 奇俄又开始扣龙了 就他 这个玩个寡妇扣了两个龙 真的是感觉他找不到机会 哎 这一波抓小虎 小虎这个 哎 都配合 会吗 他好像是WCD 就是 寡妇没W 那也 因为他们刚才那个姿势很像是 就是连尝试都不想尝试 下路直接一个冰箭 应该说在上路发生了 下路双三组 直接一个冰箭解除 队友被逮的危机 回身 确定选择反射明一套 明这一波血量被换的有点残 双方辅助换残 但是RNG知道这波塔自己是不可能亏的 你上路跟打野都在下面出出头了 这波只要卡塔支援过来 最少也是个三打三 哎 打野看到打野 颜兔虽然躲过了 但是Penguin这个生板子卡不住伤害啊 赶紧隐身继续溜 Penguin到现在为止 没有找到一个机会放自己的心 然后魅惑到人 其实这个技能本来就是一个超级难中的硬孔 必须有一说一啊 用过就知道有多难中 但是 问题在于说 其实应该要试着跟队友用配合的方式把他打出来 其实我觉得寡妇都已经出了打野刀了 有的时候你去找艾希这种先手去打 有伤害的先手去打 不一定说要去把那个魅惑效果给打出来 其实打一个魔抗击退效果 然后 配合他的爆发秒 这脆皮应该是随便秒 要不就是冰剑过来 然后在冰剑看冰剑有机会命中的时候给个心嘛 就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刚刚都尝试的 冒的风险比较低啊 只能说OMG目前打的方式 冒的风险比较低的打法 对 他们还是有点害怕对方的支援了 就 企鹅现在打得谨慎的原因是因为 在Casa的大招跟加利奥的大招 两个大招的支援能力都非常的快 但是他们要想到的清楚一点是 如果艾希的大招能够射到Uzi 或者是 他们中途的线上能够打到小虎 这两个点都是可以直接秒掉的 直接闪现以后 A一下 上路的话 Uzi这一个人留下来回程 而且脚下踩着一颗眼 结果是遭到OMG闪现开团的果断击杀 这时候 开始对着塔姆动手 加利奥也砸了一个大招进来 但是小虎交了一个闪现 拉到后面之后 并没有被这一波给击倒 这时候Cherry进入射击位置了 Cherry在一个万箭齐发 已经把减速捡了起来 只在交了一个闪现以后拉掉了 阿勒没有大招啊 还要等下大招提提 杀了一个人之后 OMG的支援来得相当的快 让OMG没有办法进一步取得更多东西 一瞬间呢 一只穿云剑 真的千军万马来相见 整个地图上十个人都集中在上 但打团其实OMG这个阵容 没有 RNG这个阵容厉害 因为现在没什么伤害 吞了一下 吞进肚里 现在要给Cherry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出来 那Penguin就有点被卖了 诶 阿勒撞进来 是撞在了Kaza的脸上 成功地要回这个人头 Uzi拿了这个红Buff 这波换人头 让OMG小转一点 小转一点 接下来对线 艾希回家 过来也会非常难受 ADC差了两级了 看似局面上面 刚才换了几个人头 但是等级差 OMG几波 他是露兵露经验过来打干的 但是没有成功 他们不敢打 然后就走了 但每一次这样走一次 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他们会遇到的就是 有一波兵的经验 你吃不到 对 刀叉会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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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实只要看 两个射手位置的 对位刀叉就知道 OMG还是在交换的过程中 是颇亏的 对 而Kaza基本上 这个 他就一直没有在地图上露头 他也不轻易去乱gunk 就是利用自己的大杂 所以 总终这时候一波狂奔 但是没有用姿态 其实一早就开始往后退了 诶 鬼不加一技能 小虎这边刷得很开心 就零零零 但是赏金四百五 你就知道刷得有多开心 对 结果这个医学塔 居然是这样给小虎拿掉了 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团战 那就是 找了个机会过来 推线 就把塔拿了 小虎这边 就是线上单打的一路狂A 血量上面是直接把对方给A到底 但是这边最终形成了打野位置上面的对换 这波可以说是RNG找了一个机会 然后双方的支援到场之后最后打了一个WKM 我觉得OMG造这样下去是蛮难又找机会的空档的 对 我说实话等UZI出到水平时代 他不怕你寡服新手他秒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RNG正面团战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而且因为RNG换线对线的关系 Icon瑞文在坟墙比赛里面可以说是没有找到自己发挥的空间 现在这个瑞文也不肥 众所皆知这是一个比较雪球型的英雄 目前来说的话他团战的影响力很一般的 小虎挺肥的 小虎吃了个医学塔 而且小虎的等级其实是比Icon要高的 虽然现在看似是一级打十一级 但是其实小虎的经验要领先蛮多的 没错 再刷一下马上就12级 看一下吧 更关键的真的是UZI这种肥度 然后你完全逮不下来 后续你也很难看到OMG这一方有 深入进场的机会跟空间 那OMG到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节奏 进到中后期的话 编称说你只能去逮手短的卡丽斯塔 A太前面走一走太前面的那一瞬间 否则都没什么机会 这两个人想杀 推起来 小虎能杀掉吗 一辆车B出了闪现 按了一个赞 小虎又回来了 一滴血都没有掉 当然赶回来 直接转头就偷大招 这个大招有了 就可以当闪现用 没错 但是仍旧是OMG在控制着第二条小龙 双方换一个地图资源 主要是医学塔已经推掉了 肚层也没有了 这一个交换我认为OMG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且比较舒服的 下狐先锋直接点出来 直接把伤塔拔了 这波OMG要直接放 也拦不住哈 说实话 中路直接兵舰上来 开始对着输出 那姿态应该是没了 这波姿态没闪 就是这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就是OMG的机会 其实就是这一套 OMG采取比较保守的用法 所以导致到现在才打出这一套 对 但是RNG这边差两个防御卡 上路应该又单吃一个防御卡 对 我并且再一次 他随时再直接出来了 这时候作为打野位置的话 他已经是没有任何的 作为AD位置 他已经是不怕了 当然RNG的阵型里面 就还差一个打野位置的女王面纱 女王面纱 再一出 就这个基本上单刹 哇 这个小虎先锋 愉快地顶到了高地塔上去了 太赚了 这个小虎先锋 可以说是最近 咋说呢 就是他烤 烤机一定特别好 别撞三头 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小虎这场比赛 就是狂偷三大招拿来跑图 十分的活跃 这也是玩三达四 这个英雄的一个乐趣 他也不可能去单杀一个赛 对 有点难 但是他出的是魔抗 但是他一些法师英雄啊 但是他一些刺客英雄啊 但是他一些刺客英雄都办得到啊 但是他坦克对塞拉斯来说太赤了 对 他只能耗 慢慢耗 法师有点介于 战士法师跟刺客三角地带中间的 某种生物啊 塞拉斯 这样的话RNG还差一个女王的一个合成卷轴 小虎也出到了这个 中山沙楼 等到每个人的保命装出来之后呢 应该说 Penguin这个爪幅就废了 感觉OMG得快点找个机会啊 时间点稍纵即逝的 前面到现在19分钟40秒的比赛 呃 OMG可以说是 几乎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 来运用他们阵型里面带来的大量控制 这一台 炎兔是抬到了小五吧 小五的血量抬到剩下了三成 如果小五退掉的话 这正面就防守不了了 卫雅特想抽奖 抽到后面的塔姆 没有大到 小五手上还有个兵剑的哦 这里RNG也是比较保守的推法 先关个门之后开始点塔 还用炎兔把一个人给抬了出来 但是阿乐他们没什么食欲 但是这样的阵型RNG是很舒服的 对 无损 你寡妇就在这边 人家知道你寡妇在这边 有什么用的 真一中一点用都没有 在这边暴露 没错 波直接选择吸 加里奥进来 然后头指出来 把小五给击费 站在塔前的位置 扛着塔的伤害 OMG开始输出 先把Cherly给干掉 大塔掉了一个闪现 以后他的石川 并没有能够成功完成击杀 而侧边Penguin利用他的大招 是成功获胜的 可惜呢 正面的Icon 被逼掉了一个闪现 OMG三元残血 感觉还是抵挡不住这波的进攻 瓦副重新回到战场侧边 Penguin在寻找机会 有一个落单 独自要撤走的小虎 但是Penguin好像缺乏情报啊 他一个人杀不掉 他没有大招 现在需要队友 队友太残了 都不想理他 这个就是扮演一颗假眼的吧 对 这一波只能是扮演一颗假眼 就是感觉有机会 确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你要比如说瑞仁啊 或者是像艾西啊 在这边站场 能够更衣点伤害 然后杀哥加特 还是能杀的 这波我们看一下 RNG先手 但是有进化 小五直接交产线 把这边 小兵骗进防御塔里 那这个阵型 就对RNG很不利了 防御塔疯狂虚虚 防御塔大概打了六七下 鱼虽然也追不太到 才刮过了 然后最后被Icon 用一个闪现逃脱成功 追过的话 杀人是杀的不多 但是RNG最终 还是达成追塔的目标 所以RNG也都很能接受 对 反正不怎么亏吧 虽然多丢了一个人头 但是拿了一座防御塔 鱼虽然的第二件装备出来了 嗯 现在关键就是RNG不能 再吃太多塔的伤害 刚才那个月塔 其实真的是被塔伤害打退 对 他们其实开团的那个很强 能在外面打起来 但是刚才他们就想 把先把这个中路塔先拔了 然后这波土龙RNG是一定要拿的 土龙拿完之后 RNG就会进行一个大龙的一个B团 土龙拿完 我们现在看这个 他早已经出到女王面杀了 他的自保装已经出来了 就这件装备出出来 最容易被寡妇淡杀了两个英雄 现在都已经安全 安全着陆 在这个局面下 是让OMG很难找到下手的目标 现在呢如果是正面5比5的暴团 艾希的兵杰就不要想射到重要目标了 对 然后就算被你给射中 或是瑞文突入成功了 对方有水银有女妖能够脱身 这一波就变得有去无回 所以OMG现在正面开团变得十分的困难 第二条的 第三条的小龙也是本场比赛 第二条的土龙由RNG牢牢的控制下来 前面也说过嘛 就我 哎呦 延确选择直接一辆车开进去 幸好隔下有一个小五把艾希给充论回来 全力安全撤退了 这波尝试又是失败 没有成功 但是对啊 RNG而言其实这一波就是一个锦上天花 刚拿完小龙嘛 回头我把你人一关再夹个人头走的话 我就能够安心回家一波 不用去看大龙的问题 接下来的话 RNG会不断的利用大招CD做类似的尝试 是的 用这种延确的开车 就是大招开车来找你这种闪现CD 刚才的目标应该是塔姆 但是塔姆这边走的还是比较快 第一时间没有走要 那只要塔姆有脱身 要把任何人都能够从墙另外一段给推回来 这种是双抽奖 就算我没有轰格到你 至少延确还有一手抽奖的人突 我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能把你突回来 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秒杀你的效果 对对差不多 没死 想笑说话啦 想笑出来哪一口 说7-3开 没事 瑞拉斯又遇到了一个在念回城的塔姆 小五这个位置 队友想救也救不了他 应该没法子了我感觉 能拖多久了我感觉 白盾之后被厄加特王后一杯 姿态成功的拿到小五人头 来 带过他大五集团 这个时候 I11没有闪现 没有塔姆保护 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RNG 看一下RNG 其实刚刚并没有用掉太多的技能 来完成这一波对小五的击杀 所以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转头已经开始卡大龙去了 打起来了 小虎的来量非常非常的小啊 来人的话应该还是要先打架的 他小虎这个位置 就在一个绕后的位置 但他有一辆3N的车在他手上 刚刚Po的 来了来了 如果从河道进来的话 对于小虎来说是个蛮好的跑道 怎么说 跑道撞进来 顶进来 Chenny瞬间融化就说了 这是一个极好的跑道 小虎 这波完全靠自己的站位 实现了对对方后排的狙击 起来的僵尸赛恩有点无奈 阿龙也已经是落入RNG带底 起来的话就想盖个BUB 可以让RNG至少破一路高地 感觉这一场两队稍微有点干净不足的味道 我说实话略有点干净不足 就 就安静就打得很有道理 他们就是利用CASA来打 但是CASA也打得比较稳健 我的意思是 两队打的都是有道理的打法 我不是说他们打法没有道理 两队打的都是有道理的打法 只是呢 大家也都跟着两队很熟 就会有一种他们今天好像 也没有打算要冲上去钢到底的味道 就感觉奇怪 节奏可能比较慢吧 对 节奏偏慢 意思是这个 那你看这个跑道小虎真的是 是凭借着智商在后面蹲草蹲出来的 手上有亮色战位就可以起很大的变化 咋办呢 咋觉得总觉得赛拉斯再过几个版大招就要被重做 这个英雄的亮点就是大招 大招重度还是比较头疼的 关键太强了呀现在 不是 你想啊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赛拉斯只要偷到一个强的大招就很猛 对不对 他就可以化身为那个很强的 好 那我就问你 你总不能因为对方拿了赛拉斯 我五个人都选没P用的大招吧 那我这怎么玩 对啊 那等于是我选一个英雄 你五个人都不能选就是有强力单体大招的英雄 那那我觉得是有点过分的对吧 这个大招 不应该是强化版 他还能吃赛拉斯的AP 不应该是强化版 他应该要是弱化版 对最关键的是他偷 一下偷出去就是大招 对太没道理了 好的那 聊着聊着 RG已经攻到了高地前面 现在这个局面是相对比较稳的 KASA关了个门之后呢 掩护着队友把他给推掉了小虎一个闪线上前 把Cherry给逼到了死角 不得不有小武村这么一口 哎 拉回来了 还行 啊 没有了呀 这一波的话 阿乐现在想要撤在梅亚双塔中间 是遭到了击杀僵尸出来 还想要反击 他还刚被UZI在塔下射了两箭 那这一波的话 嘟的你看是单量意大利炮呢 哇一个大龙Muff还没有结束 要一波了 感觉真的要一波了 哎但是UZI的这个血量有点低 Penguin成功的摸边往下走 UZI想要用强化回程来回 直接被闪线收投 但不解决问题 不解决问题 强行拆架 对 寡步骄这个产线不解决问题 只能够稍微出出气而已 那现在一边在强行拆架的过程中 感觉RNG还在一边跟OMG周旋 最终成功推平基地 赢得比赛胜利 BO3的第一局 RNG先持得点暂时领先 这一场的两边都没有打出太意外的操作 就是照道理来 照规矩来 然后完成了一场比赛 再次恭喜RNG1-0领先 好的 恭喜RNG1-0领先下一城 赢下一场比赛的胜利 可以说OMG在前期选择到寡服 前六集的确是被CASA的打野游走路线给设计到了 对 那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赛后数据情况 全场伤害最高的是来自于RNG的中单 其实应该上一场比赛 他应该算是个上单 对 就这个换线的话 其实对于OMG来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但其实在选择像厄加特 以及说是像塞拉斯这样的英雄 他们是可以打一个换线的 而现在很多队伍都会使用这种中路和上路 能够换线的英雄 把原本不好打的对线变得好打 对 而且擅长比赛在BP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在场下讨论过 就是在第三手选择一个艾希这样的英雄 没有选择说有左翼的情况下 然后左翼这一点的确是比较 让人意外的我觉得 对 也可以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吧 是的 但是你这么去选择的话 你把重心放在下半部分 但是前期你要知道哪一点 就是你的寡妇在前期 你是没有什么支援能力的 在这样的情况 你线上要选择那种能稳得住 所以说他们选的是一手塔姆 他们可能说很早就想到自己要去拿一手寡妇 然后前期是以下路的稳定做一个铺垫 但没有想到卡扫在前期游走的那么频繁 但我觉得损失的是哪个点 损失的是中路 艾康他的一个兑线权 就艾康他又是没有carry能力的 他在兑线到厄加特的情况下的话 是完全没有施展拳脚的余地带的 对 所以打的相对来说比较被动 当然看完比赛大家不要忘了 酷拳神装第七战码能量不得欠 欢迎大家到京东商城搜索 战码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Gate LPL的同款能量神装 用满满能量carry生产 对的确的话 擅长比赛可以看到 是的 而且的话擅长比赛 KASHA他在前中期 特别是前期 照顾自己下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 也是的确让下路的UJI 能够carry去比赛 是的 你看到这一波就是严阙的一个 高速的一个支援效果 然后也是打了出来 然后这波的话 再让UJI收下了第三个人头 而这波也是用RNG在中路主动的 下路组合的一波配合 利用金身在塔下吃烧汗 然后吃了一波闪现拉开 拉扯开了寡妇的一个位置 最后在正面打出了一定的效果 虽然说只是打出了一个一划二 但是把防御塔推掉了 整局RNG都是在通过防御塔 去残食OMG的整体阵容 对 而且这场比赛 可以看到小虎 在上路对着一个赛恩的情况下 他从一个二级就开始 越塔吃兵线了 这场比赛是完全一个free farm 而且这个也就是知道你是寡妇 只有知道你是寡妇 才能这么玩 我们看到这场的一个选手势力值 也是领先的非常的多 这场UJI在前期 拿到了一血和二血之后的话 下路在对线上打得非常的舒服 下路在经过一个打野的帮助 拿到两个人头之后 基本上线上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OMG没有办法和他们对抗了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比赛的一个粉丝贡献排行榜 这边UJI第一名 第二名的话姿态 第三名的话是小明 其实对于OMG来说 其实我觉得你在拿到这样的阵容的情况下 就对这一些前期会设计套路的队伍来说 其实线上会打得非常的被动 但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OMG没做好的 他们前期在上路视野上没布置好 就是你要去打抓对线的一个阵容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RNG这种上中能换的 你得侦查到对方的一个换线的一个位置 你既然拿到了瑞文 你要让瑞文去抓这个赛拉斯的 但是这场打的反而就非常的被动 也不可能在看到对方之后再去换线 就来不及了 是的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比赛的一个PP情况 我们还在考虑在前面六手 有左翼没有拿左翼的情况下 最后一手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了Icon 他选择了一个瑞文去counter一下赛拉斯 是 那是因为RNG他们一个灵活的思路的一个转变 是上一场比赛让一个瑞文全场都没有一个用武之地 对就这场其实我们反观一下全场来说 其实在BP上的话 其实感觉就已经处于一些些许的劣势 因为RNG在BP上已经涉及到他们的一个上中摇摆了 对 然后其次是什么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OMG都是以中的Icon 这个点在对线上打出推线的优势 并不是说光说是要单杀 他只要打出对线的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他可以去配合打野 但这局问题来了 问题你打野这个寡妇你前六级你是不可能跟你去打这样的一个中野入侵的 他们等于是放弃了前期的节奏 但RNG跟你打就是打一个前期的节奏 那前期把你打出优势来的话 下路又抓到你一个换线的路径 那这样的情况自己可以无限的把自己的下路优势给放大化 是 上一场比赛的话 RNG他们的一个思路也非常的明确 就是邦西亚鲁 而且他们也知道前期的寡妇在野区的对抗上 还是说对于线上的一个帮助来说的话 相比起RNG他们的一个颜鹊来说都是要弱上不少的 对就其实在路人局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颜鹊这种英雄也是出现了比较多 而且颜鹊还有一种哪种配合 就是配合潘森 就颜鹊和潘森那个双地图支援流 但是这种的话 景仙路人局在比赛里面 其实有那个就是你有赛拉斯在 对面有个赛恩 其实你的赛拉斯感觉可以提供到这样的一个全图支援 对 而且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能够看到 小五他就是大概前中期有偷三到四次一个赛恩的大招 然后因为他们的阵容原因有一个打野的颜鹊 而且他们的辅助也是一个可以半途支援的英雄 所以会导致他们就算说你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能够打起来 被OMG开起来 但他们的支援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也导致OMG他们在前中期也不敢有太多的一个对野区进攻的一个想法 是的 第一TP多 而且打野的话又有一个支援性的一个大招 所以说导致在小范围打起来第一时间人数到的快的一定是OMG这边 对 就对OMG来说他们如果是要打出优势来 就必须先消耗对方的一个TP 然后把战场拉扯开之后打第二波团战 才有可能找机会把这个团队赢下来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擅长比赛的下路小谷这个点太肥了 是的 刚刚来看一下FVP是给到了小谷的赛拉斯2-0钢4的一个数据 现在你达到了战绩31% 对 这场赛拉斯其实上路算是玩的比较无赖的 就直接运你兵线你也没脾气 打野也不可能来抓 是 然后有了钱之后回家两个戒指抛出来 对 更对他没有想法了 就算阿斯人文雄跟现在兵女对线有点像 就是对线直接出门腐败药水回家两个戒指之后 首先续航能力很强 然后推线速度又快